大家好,我是旭哥我敢按,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RO仙境傳說初心之戰 哇,最經典的回憶又來啦 那這個遊戲的畫面呢還蠻精緻的,給大家看一下 前面動畫不錯,很可愛 有沒有,真的是太經典了 好,那旭哥接下來非常正式官方認證的T0最神最強的職業 還有各種職業的推薦 當然最多的禮巴馬,隱藏版的需要 史上最多的福利呢,總整理 也都會在這裡攻略分享給大家 哇,這妹子的模組做得真好 他有各個職業不同的畫面 有展示出來還不錯 然後有這個城鎮,看起來這還不錯 他假如全部都是用這個動漫風格的話應該會不錯 看起來這個風格不錯 喔,還黑化 有沒有 他這個前面的動畫應該投入不少經費 好,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了 這個大BOSS,帥 好,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遊戲啊 史上最多組的禮包馬還有隱藏版的需要詳細的拿法 那其實之前開服之前的旭哥就已經講過隱藏版的需要拿法了 好,那這邊幫大家總整理 首先最新的禮包馬有 還有0606SECRET 好,那後面還會講禮包馬的兌換教學 好,接下來是WELCOME 接下來是VIP666 那接下來是VIP777 接下來是VIP888 還有VIP999 接下來是DCGIFT 還有LINEGAMES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雷電模擬器 他們這邊有推出隱藏版的禮包馬 大家也可以使用雷電模擬器的禮包馬 就是之前都有講過 禮包馬就是去雷電模擬器那邊可以拿到他們額外給的 接下來還有這個事前預約的序號 那之前序哥公約都有 那後面有詳細的介紹 這個在事前預約網站可以拿得到 那禮包馬序號的兌換方式 這個兌換碼要怎麼兌換呢 我們到這個網頁 這個www.gnjoy.com.tw-coupon-zone 在這邊就可以去兌換了 網址在這邊 www.gnjoy.com.tw-coupon-zone 然後斜線 好這邊去兌換 好史上最多禮包馬分享給大家 隱藏版的序號 詳細的兌換交血液攻略 這個禮包馬序號 虛保馬 然後這些一些專屬的虛保 怎麼拿呢 這個隱藏版福利在這邊 有幾個方式 首先是填這個精英封測的問卷 連結在這邊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去填這個封測問卷 就可以拿到一些專屬的虛保序號 然後下面有這個封測資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 透過這個連結 算是一些隱藏版的 要特別找才會有 那序哥會特別幫大家找這些福利 那可以拿到專屬虛保序號 是紅賺一百個 然後這個錢二十萬 這個是遊戲的 他這邊有特別講 活動獎勵呢 將於遊戲正式上線後的兩週內 發送序號至手機簡訊 所以你可以再多拿到這個隱藏版的序號 這個兩週內上線的時候 遊戲上線兩週內 算是就是獨家的福利 這個應該就是 就是很像事前預約那種獎勵 但是是獨家的就是 事前登錄 比較像事前登錄 就是一般玩家不會有 就是你要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序哥想先分享給大家這個虛保序號 拿法用意就是這樣 可以多拿一百紅賺加這個二十萬的錢 那你假如要參加很多次 你應該可以拿很多組 這邊 登錄即送專屬虛保 然後抽萬元家電 然後虛保序號會送到手機簡訊 所以這個就是最信最全 最多座禮包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的拿法 那下面也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像是登錄啊 然後 App Store的預約 然後Google Play的預約 好重點還是上面這邊 這個序哥獨家幫大家找到的 這個隱藏版的序號 分享給大家了 好那事前登錄還有一些額外隱藏版的福利呢 也整理給大家 像是有初心大禮包 這個隱藏版的福利 然後還有惡魔還有天使法夾 這個隱藏神裝 還有專屬稱號 所以開局就有這個稱號啊 神裝可以免費拿 那分享這邊還有 他是說可以送家電啊 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反正每次這個都看看就好 什麼Dyson空氣清淨機 還有什麼Panasonic的廚師機 這個就看看 這邊有送的東西在這邊 Dyson啊Panasonic的廚師機啊清淨機 然後有豪華禮包 遊戲豪華禮包 就是應該會有一些禮包嘛 序號這些福利這樣 然後有一千紅鑽 然後二十萬的錢 然後還有經驗藥劑五個 哇這個福利蠻讚喔 豪華禮包 所以大家可以來參加 這個隱藏版的福利啊 獨家分享給大家了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RO仙境傳說初心之戰的官方認證啊 T0最強 T0最神的職業了 那劍士呢旭哥也是蠻推薦的 攻擊輸出呢基本上非常的高啊 旭哥以前玩RO的時候好像最早選擇就是選劍士啊 RO他有六大職業在這個遊戲裡面 然後劍士算是還不錯的 輸出啊各方面都是蠻頂的 我們看一下他還有一些詳細的介紹 在這邊 劍士呢使用這個近距離中重量的武器和盾甲 那敏捷度較低 所以攻擊是 算是強但是輸出型的職業 那技能都是屬於攻擊型的 團隊先鋒然後可以保護後排還有持續輸出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比較常用的劍士的技能有狂暴 狂暴就是強力輸出 然後搭配的技能 假如有攻擊弱點的話還有機會使敵人陷入昏迷啊 非常好用可以暈 然後可以強力輸出這樣 有輸出然後有這個控場的技能都是不錯的 很像那個以前那個魔獸三國 張飛飛過去然後陣下去 就開始狂敲 接下來狂暴 消耗一定生命攻擊自身範圍內的敵人 這個也是一個AOE的輸出 算是非常好用的技能組 所以劍士算是還蠻推薦的一個職業還不錯 那虛哥覺得劍士也蠻帥 虛哥以前玩RO都蠻愛選劍士的 好那其他的職業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啊 就是六大職業嘛 劍士、魔法師、弓箭手、服飾啊 商人啊、盜賊啊這些六大職業 那每個職業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啦 大家也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輸出型啊 或是說輔助型的角色 那虛哥是特別喜歡用劍士或弓箭手 那魔法師應該也都不錯 大家可以去選 然後盜賊的話應該他的爆發力輸出也不錯 盜賊應該好像也蠻多人愛玩的 這幾個都還算不錯 那RO仙境傳說也出了非常多款手遊 所以每個職業各有特色啦 那每一款的RO仙境他可能在設定上也會有點小小不同 但是都大同小異 所以大家假如玩得很熟應該都知道 像什麼RO仙境傳說什麼 艾如初劍 然後還有什麼一大堆 他就是出了一大堆 像最近比較紅好像是艾如初劍吧 然後這個是什麼初心之戰 反正就是那樣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出到就是有點狂 很像三國的手遊這樣 又一直出 RO啊還有那個 什麼風之谷啊 什麼風之谷 R 風之谷什麼的 M 然後風之谷什麼 就是這幾個系列是出很兇 還有什麼天堂系列出超兇 什麼天堂M 天堂W 天堂什麼 好 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 最省的職業 那有劍士啦 劍士算是還不錯的 然後 魔法師和弓箭手續哥也蠻愛 然後那個 盜賊 序哥也是偶爾會玩一下 這幾個都還算不錯 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自己喜歡的輸出職業 好 那今天攻略 所以就分享到開服最多的一些李邦馬隱藏版的序號拿法 這個蠻重要的 這個 因為它是會寄到你的手機簡訊 所以你假如多用一些你可以多拿蠻多組的 所以可以拿到大概非常非常多組 你假如很多是手機你就可以刷這個序號 還蠻重要的 分享給大家這個隱藏版的服務 像是遊戲的載點啊 遊戲可以試玩啊這些都可以搶先 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同樂 好攻略分享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